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说罗刹海事是一柄刺向这个混沌未分是非不明世界的利剑的话 那么花妖无疑就是一颗 在这六世轮回中辗转反侧 终不能逝去的情类 花妖给我们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告诉我们爱而不得的无奈 故事大概是这样 在杭州城中的一个落魄的书生 爱上了同城的一个富家女子 二人一见钟情坠入了爱河 男子虽然一贫如喜 但是却对那女子说 我愿持笔化尽天下 许你一世繁华 女子说 福事三千 物败有三 日月与清 日为朝 月为暮 清为朝朝暮暮 二人相爱的时候只知有爱不知其他 殊不知情如风雪无常 却是移动即伤 女孩的父亲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要嫁给那么一个穷小子 所以他拒绝了这桩婚事 为了彻底斩断二人的情思 他竟然暗中派人杀死了那名书生 女子知道以后痛无一生 随即殉情而去 二人相思相依的爱情竟然感动了地主的阎王 阎王决定这次破个例 让二人带着各自的回忆 重新回到杭州 这样他们可以再次的相识相爱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阎王下面的办事人一时大意 竟挫拨了罗盘经 将两人虽然都是投胎于杭州 但却投向了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时空 这就是歌中所唱的 寻刹了罗盘经 错投在泉庭 奴辗转到杭城 君又生于杭 泉庭杭城于杭 其实都是杭州在不同朝代的名字 歌中这么唱就是为了表达 他们二人都被投胎到了不同的朝代 相隔几百年 甚至是上千年 这样既是他们带着前世的记忆 他们也找不到他们昔日的恋人 不甘心的他们又一次又一次的投胎转世 但一个向前追 一个向后退 在这几世轮回中 即使是擦肩而过 仍然是不得相见 不得相识 不得相爱 杭州最早的名称叫羽杭 或者叫羽杭 大羽的羽 据西近人司马彪的郡国志记载 羽杭者下雨东去 舍舟航登陆 因已为名 在这里 杭通杭 杭就是方舟大船的意思 羽杭后来被俄传成了羽杭 后来羽杭就成了这里的地名 秦朝统一天下以后 实行郡县制 将羽杭改名为乾堂 属会计郡管辖 西汉建立以后 汉随秦治 仍然叫乾堂 大家注意啊 这里的堂是唐朝的堂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 以前我们讲过 王莽有一个很大的嗜好 就是改地名 他将乾堂改名成了全庭 这就是那位女子最先投胎的地方 他投胎到了西汉末年 东汉建立以后 王莽那些改的地门又都恢复了原亚 全庭又改回成了乾堂 三国两进南北朝期间 一直是使用乾堂这个名字 到了隋朝时期被郡维州 并且依居凤凰山建起了一座大城 这就是最早的杭州城 隋朝还开通了京杭大运河 这也使得杭州成了水路交通的枢纽 为后来成为一个大城市奠定的基础 这块地方就列入了杭州的行政管辖 而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杭州这个名称 而具体现在杭州所在的地方 当时还是叫乾堂 到了唐朝时期 依然延续着乾堂这个地名 不过呢 为了避唐朝的会 将堂字改成了土字边的堂 歌词中提到的杭城 应该指的就是隋朝年间的杭州城 也就是说 这名女子在第一次投胎到了西汉末年以后 又再一次投胎到了隋朝 从西汉末年到隋朝 这名持勤的女子 等于向前赶了六百年 而那名书生呢 却又回到了女行 回到了西州时期 向后退了上千年 两个人都是拼尽全力的奔向对方 但总是在不同的时空之下交错而过 这也就是花妖这首歌 所唱出来的那种爱而不得 那种无可奈何 那种人世间无数的擦肩而过 其实都是在错误的时间 遇上了对的人 有时候即使是选对了人 也选对了时间 但却选错了时空 终究是爱而不得 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打动人心之处 前唐到了南宋时期被改名为林安 也是南宋的行在 就是南宋王朝的首都 这对情侣 他们就是出生在南宋时期 当时男子是住在前唐东 而女子住在林安北 歌中还唱到军去时贺一红 小奴家腰上黄 这两句呢比较令人费解 我看到很多的解读是这样说的 说军去时贺一红指的是这个男子穿的是褐色衣服 而褐色的衣服是当时贫贱之人才会穿的颜色 而贺一红指的是褐色衣服上的斑斑血迹 描述的是这名男子被女子的父亲派人打死时的惨状 而小奴家腰儿黄 我看到的很多解释是说当时黄颜色是富贵的人才穿的颜色 这本来就表明小姐是出生于富贵之家 而据说在当年项羽的宠妾鱼姬自杀的时候 身上就系了一条黄色的标带 所以小奴家腰儿黄说的就是这名女子看到这个男子被杀 痛不欲生 随即殉情而去 像当年的鱼姬一样 这样解读呢我倒是有一些不同意见 在古人看来服装是能够体现出等级的差别的 褐色在中国古代确实不是什么高贵的颜色 所谓卑者福贺 卑贱者还有一个称呼就叫贺夫 但这其实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叫 圣人批贺而怀育 意思就是说圣人们虽然穿着粗闭的衣服 但心中却已悟出了天下之正道 批贺怀育这四个字也历来被道家奉若神明 所以到了后来就有很多人特意穿着褐色的衣服 来表达自己对大道的追求 所以到了北宋时期褐色实际上已经成了街上的流行色 卑贱的人穿 高贵的人也穿 这方面有出土文物为证 1975年的时候在福建发现了一座墓室 后来证明这座墓室的主人属于南宋时期的一名女子叫黄生 黄生这名女子并不寻常 他的父亲是当朝的状元 后来做了朝宫的高官 他所在的黄氏家族是福建当时的顶级家族 而他嫁给的夫君更不寻常 是赵匡印的十一世孙赵宇俊 黄生嫁给了赵宇俊 做了赵宇俊的正妻 这次墓葬挖掘出土最多的就是黄生的服饰 总共是有354件 这么多的衣服恐怕让很多的女性朋友都是羡慕不已 在这354件衣服中 其中很著名的一件就是紫褐色的国边单衣 没错颜色就是褐色的 在其他的300多件衣服中 也有很多是褐色的 以黄生的身份之高贵 竟然也穿褐色的衣服 可见在当时褐色已经打破了贵与贱的界限 如果说女性可能在服饰的颜色方面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 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条的出土发现 在差不多几年以前 在浙江也发现了一处南宋墓葬 墓葬的主人被证明是赵匡印的七世孙赵伯云 赵伯云当时担任的是四品通义大夫 所以他的身份应该也是非常的尊贵的 而在这所墓葬中发现的总共76件的服装中 竟然有大部分都是褐色的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在南宋期间褐色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颜色 以褐色区分贵贱 这点呢其实在南宋时期已经是过时了 而刚才我们提到了 歌中的那位女子和男子 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在南宋期间 所以这名男子穿贺衣 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一个贫贱之人 况且这名男子他是一名书生 按当时的阶层划分 他应该属于氏 而氏按照传统也是不应着褐色的 他的社会地位可能是贫 但绝不会是贱 那么贺衣红呢是不是就是贺衣上的鲜血呢 这点呢我也很质疑 因为从南宋到元朝 褐色一直是一个非常流行颜色 穿的人多了 亦染褐色衣服的厂家 为了迎合市场需要 将褐色又细分出了几十种 其中就有更加靠近红色的褐色 所以贺衣红我觉得单纯指的就是颜色 而妖儿黄呢 是不是这黄色表示这名女子身份尊贵 是不是妖儿黄意味着这个女子殉情自杀 首先要说呀 妖上黄并不是一个范指 范指妖间记者的带子 而是一个特定的名称 这个名称呢 是出自于宋朝北宋的徽宗宣和年间 据宋科的庭史记载 宣和之计 京师士术 竟以俄皇为府为 为之妖上皇 始自公业为己 而通国皆福之 这里提到了时间就是徽宗的宣和年间 而且是京城的士术 不管是士还是平民老百姓 都以俄皇的布袋围在腰间 称为妖上皇 所以妖上皇就是当时的一个时尚 可能一直传到了南宋时期 所以啊 妖上皇是一个特定的事物 与宜姬曾经戴的黄色的腰带 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妖上皇也并不能趋分归件 妖上皇还有一个名字 叫妖上皇 有点像现在的谐音梗 但也就是这个谐音梗 差点使这个服饰背上了亡国的罪名 有人说宣和年间流行妖上皇 就是亡国之兆 因为大家都着妖上皇 所以才有了靖康之耻 宋徽宗被邀请去了金国 所以宋可也说道 明年徽宗内善称上皇 竟有清城之妖 而金兵南下足于不能置野 那么如果妖上皇没有殉情的意思的话 那么前面的贺一红就不能解释为那名男子被杀时的鲜血淋漓的惨状 总不能说当时那位女子望着倒在血泊中的自己的情郎 竟然会说你睁开眼看看 看看我今天戴的黄腰带 是不是和你鲜血的颜色很配 那样的话肯定不是花腰了 那肯定是花痴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君弃时贺一红 小奴家腰上皇呢 我觉得结合上下文的意思以及古代文词的意境 这很可能描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奔离的情景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情景 在秋日的某一天女子要离开杭州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青年书生到郊外为女子促行 正是月落柳梢头人曰黄昏后 分手的时刻正知黄昏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 天空中漫天的红霞就像一条飘动的红绸带 红霞映在了男子所着的褐色长衣上 为褐色长衣镀上了一层红色 红霞也颇印在女子所记的腰带上 让这条黄色的腰带铺上了一层红绿 恰如少女羞涩的面旁 那一刻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两人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情话 一一惜别 但终究会有分别的那一刻 马车渐渐远去 女子掀开车帘 望着远处还注立在那里的青年书生 落日的朝霞使她的褐色长衣泛起了一层红光 随着渐行渐远 男人的身形时已时现 渐渐的变成了红色的一点 恰如近在眼前的一颗相思红豆 转世后的女子经常会回忆起这一刻 现在看来当时的男子更像是一盏 回首道别一夜的风灯 这原本是一场非常寻常的道别 原本希望不久二人就能见面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刻竟成了永绝 于是这一刻也深深的印在了女子的记忆之中 那一席鹤上红 那一抹腰上黄 女子最终决定放弃那种在轮回中不断追逐的旅程 于是她停下来将自己的心放住在车车旁 希望她的爱人从这世上经过时能够留意到那花墙下迷流的枯黄 或者能闻到漂浮在风中的她身上的胭脂味 即使这样对女孩来说也是一种满足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见过了 我们谁也不知道刀狼在写这两句的时候在想什么 是兴安现场还是分别的时刻 但对我而言我更偏爱后者 花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大致呢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故事又出自于普松林聊斋之意中的哪个篇章呢 很遗憾我们找遍了聊斋之意 也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可能只是当地的一个民间的传说 并没有写入聊斋之意 而且我甚至想通这首歌跟花腰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子只是一个寻常女子并不是花腰 那为什么这首歌却被命名为花腰呢 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她认为故事中的那名女子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 与花腰的性格很相符 普松林笔下确实描写过几个花腰 有人统计过总共描写过七个花腰 六女一男其中比较著名的呢 有葛金黄英以及荷花三娘子 我们聊聊葛金这个故事 传说中呢有一个书生 他是洛阳人他非常喜欢牡丹花 他听说曹州的牡丹花可与其辱其名 于是他就到了曹州 借住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家中 这个大户人家的院子中种着很多的牡丹 常大用也经常在这牡丹园中是流连忘返 有一日他突然看见一个女性的长者和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花园中低语 年轻女子的美貌让常大用忍不住上前与他搭讪 但却遭到了老年女子的痛斥 被骂得灰头土脸的退了回去 回到住所以后 常大用对那名年轻女子仍然是日思夜想 他暗自责怪自己的唐突 希望那个女孩不要怪罪 也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见到这位美貌的女子 大概是想的太多了 常大用就病倒了 一天夜里仆人们都已经熟睡 那名老妇人悄悄地走进了常大用的卧室 为她端来了一碗汤药 对她说 这是我家小娘子为你亲自调制的毒药 你喝了以后保证是一了百了 此时的常大用倒真是誓死无归 他说与其这样相思而死 不如喝下毒汤 也算是死不干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端起了毒汤 一饮而尽 但没想到的是他并没有死 而且身体很快地康复 变得神清气闯 身清如燕 这时候就是你给他一个钻天猴 他都能嫁着他来一次星际旅行 再过了不久 也是在一天的夜里 那名年轻女子亲自登门 常大用终于有机会一亲方泽 那名女子不仅美貌温柔 而且浑身上下还散发着一股醉人的香气 常大用问他 你是不是仙女 女孩说不是 说我只是一个寻常女子 但女孩又没有告诉他姓慎名谁 来自何方 只是在一觉醒来以后 大用发现 女孩的枕边 放着一个截着紫禁的水晶如意 因为在外面盘缓了太久 大用的盘缠已经用尽了 这时候他想把自己的马卖掉换点钱 让他能够继续在牡丹园中留脸 但女孩不同意 女孩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私房钱 资助大用 让他能够继续留在这里 但毕竟这也不是尝试 最后大用还是决定回家 而且他希望女子能够跟他一起回去 他们就真的回了家 真的拜见了大用的父母 真的结成了夫妻 大用还有一个弟弟 这个女孩还有一个妹妹 叫玉板 那名女子就做主 将自己的妹妹玉板 嫁给了大用的弟弟 这样姐妹俩就嫁给了兄弟俩 过了几年 姐妹俩都各生了一个儿子 全家上下可谓是其乐融融 但大用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他很想知道 这个女人的身世如何 在他的不断追问下 这个女子告诉他 他本姓魏出自于洛阳的一个大家族 他的母亲曾经被封为曹国夫人 虽然如此说 但大用还是心存一斗 大用也是见多识广的人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洛阳会有曹姓的这个世家 世家大族丢了两个女儿 怎么就从来没有见人出来找呢 于是有一次他就抓住机会 到了洛阳 又住进了他以前住过的那个有母男原的大户人家 无意中他看见了墙壁上提着一首诗 这首诗是专门赞颂曹国夫人 大用就去问这家主人关于曹国夫人的事情 这家主人笑了笑 将它引到了一株和房檐一般高的牡丹花下 告诉大用这就是曹国夫人 因为她是曹州的第一牡丹 所以才得到了这个封号 主人还说与葛金子齐名的另外一个牡丹品种叫玉板白 这不禁就让大用想到了他的弟媳玉板 莫非这姐妹俩都是花妖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叫花妖啊 妖这个字可是不太好听 贬义的意思更多一些 为什么不叫花仙子 花仙子多好听 我记得大概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呢有一部非常流行的卡通篇 就叫花仙子 我们班上很多女生都追着看 我记得好像剧中的那名花仙子中文名字叫小裴 剧中还有一个反面的人物 好像叫泼琪泼琪总想着给小裴找麻烦 但小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叫铁壁丫头目 一想起这部剧呢 就不禁想到了那段青春岁月 在中国的文化中仙子是有特指的 仙一般指都是人修炼以后成为了仙 仙字的写法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山字 就是说人在山上 而高高的山又是最接近神的地方 有一部分人经过修炼可以做到长生不老 老而不死故为仙 所以仙的前身是人 而妖也好 精也好 妖精也好 他们的前身都是动物或者是植物 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古文化中 不会有花仙子 只会有花妖或者是花精 历史上最著名的关于花妖的传说 实际上是出自于红楼梦 就是那个酱猪还泪的故事 酱猪仙子实际上就是一株仙草 当年就在他行江枯萎的时候 幸亏神鹰侍者以甘露细心的浇灌他 使他得以出生 后来神鹰侍者要下到凡间 酱猪仙子也愿意随他而去 虽然他知道他没有甘露 不能报答神鹰侍者的救命之恩 但他愿用自己一生的泪水作为补偿 神鹰侍者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酱猪仙子就是林黛玉 实际上酱猪仙子也是一个花妖 咱们再回到刚才的故事 回家以后 大用并没有把实情告诉自己的夫人 只是旁骄侧击的提起了曹国夫人的那首诗 大用的夫人听到以后 马上变了脸色 对大用说 三年前我因为你的实情 而愿意以身相许 没想到你仍然怀疑我 被弟弟调查我 看来我们的缘分已尽 说吧 他就叫来了自己的妹妹玉板 而且还抱来了他们的两个孩子 盛怒之下的他将孩子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然后转身离去 从此再无踪影 大用是悔恨不及 但此时为时已晚 悲伤之际 他竟然看到了 两个孩子已经不见踪迹 转而在地上却长出了两株盛开的牡丹花 一株是开着紫色的花 一株是开着白色的花 再过了几年 牡丹是越长越多 从此以后 洛阳牡丹 家天下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品种 就是葛金子和玉板白 也许在刀郎看来 这首歌之所以叫花妖 就是因为歌中的女子 有着花妖一样的纯情 也有着花妖一样的绝绝 歌中的女子终于停止了自己追逐的脚步 或许这名女子已经意识到 其实她已经得到了爱的全部 爱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终日厮守 她可能就是在落日余晖夕阳之下 那一抹的腰上黄 还有那一席的贺衣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